午休時間拖育員忙著將孩童哄睡 不過其中一人卻用棉被捂住女嬰口鼻長達20分鐘 害得小小生命窒息死亡 這是去年4月發生在新北市板橋女嬰遭悶死案件 時隔將近一年半新北地院召開第二次停 只見胡姓拖育員全身黑包緊緊低調走進法庭 而劉姓拖育員也在家人陪同下快步走路 人為的蓄意的殺害 就是造成女兒死亡 對 所以希望說法官跟檢察官今天 他們可以就是以一個公益的角度 為我女兒生緣這樣子 受害者家屬認為整起案件並不是過失 而是他殺 這次也準備好新的監視器示證 不過怎麼也沒想到被告在法庭上卻聲稱 不知道要事先勘驗 導致訓問無法進行 10分鐘草草結束 那這個部分我們有接到法院通知 要進行閱券 那我們也閱券了 那只是我們沒有收到或是沒有精確的認知到說 這個是要做核對光碟的這樣一個處理 另外受害家屬也指控新北市府行政調查怠慢 至今連一通電話都沒接到 直到現在的審查會的結果都還沒有告知我們 就是一再的拖延然後都沒有進行完整的行政調查 那這點是讓我很沒有辦法接受的 不論司法或是行政調查案件審理一拖再拖 對於家屬來說不只被受煎熬更是種二次傷害 三次我王宇軒來吸引新北